手術的過程其實相對簡單 大多數局部麻醉都可以做到 首先第一步我們將背清潔眼睛 做好消毒 做麻醉 接著我們就要準備ICL 這個ICL直入色印的眼鏡很脆弱 很精細 我們要在生理鹽水拿出來 將它準備好放入注射器 準備好之後眼睛通常會打開箱口 通常一至三個箱口不等 開箱口之後我們透過注射器 直接碰住箱口的位置 將一個直入色印的眼鏡注射到眼睛裡面 人工精體入到眼睛的時候就捲起來 入到眼睛裡面會自己攤開 我們再做一點調整 調整位置就完成了 一隻眼睛的手術時間通常都是15至20分鐘左右 我們通常一次過其實兩邊的眼睛都可以做完 其實復原時間大致都相約了 大家復原時間都不會太久 最初有時候度數還沒穩定 可能看東西都會有少許下氣 蒙天等等 通常一個星期左右都會恢復到八九成 但當然要完全清晰 穩定 就在一至三個月左右 尤其是散光矯正的ICL 其實它更加叫做手術初期 就要更加注意休息 因為ICL在眼睛中更加穩定 減少它出現移位的風險 ICL這個手術的適應範圍是相當廣泛的 作為一個曉事所述 首先美國FDA核准的範圍 就是年齡方面 核准是21至45歲的人士 通常需要眼睛的潛防空間充足 什麼是潛防空間呢? 眼睛最前面就是一個眼角膜 眼睛後面中間有一個晶體 這個眼角膜和晶體中間的空間就叫做潛防空間 一般的安全要求是2.8毫米以上 2.8毫米以上就安全了 如果比這個數量少的話 裡面的空間就不足 有機會就出現一些磨擦的情況 就容易引起發炎、青光眼、白內障等等的副作用 第二就是眼睛的眼角膜 它的角膜內皮細胞要充足 怎樣為止充足呢? 因人而異的 視乎大家的年齡 視乎眼睛中的比例而定 我們的醫生就會作出專業的判斷 那有沒有什麼人特別適合這個ICL呢? 通常我們的經驗就是 例如眼角膜本身比較薄 度數比較深 散光很厲害 很多時候傳統的激光矯視類型的手術 就因為眼角膜厚度未必足夠 可能未必適合 這樣的話就更加可以考慮這個ICL 第二就是植物色陰影的眼鏡 其實他們的光學效果特別是對比度 對比鮮明度是非常出色的 如果對你的眼睛視力要求相當高 例如比較多要晚上開車 看東西很精細等等的人士 其實都是相當適合可以考慮的 字幕視像是不含胸的 別猜看 下次見